Hello大家好 现在这个季节 在我们农村这里 有一种非常不起眼的野果子成熟了 这种野果子 以前我们小时候 经常会摘到来当零食吃 还有摘到来玩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种野果子 竟然在网上 现在一斤都能卖到1000多块钱 真的是长见识了 刚刚从这边经过 发现在这个路边长了一大片 刚才就是从这边经过的时候 发现在这个杂草丛里面 长出来特别多的这一种植物 以前这种植物我们小时候 真的可以说是当杂草一样除掉了 没有想到 竟然现在这种植物的果子 能够卖得这么贵 也不知道这种植物 到底是不是人家种植的 还是野生长在这里的 因为这里我记得都是些农田 现在都长出来的这种植物 而且长势都是非常的好 上面都已经结满了果实 有黑颜色的 然后还有绿色的 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见过这种 果子没有 就是这种 你看长得非常的漂亮 黑黑的 像那个葡萄一样 一串一串的 特别的多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 然后还有这种绿色的 这种是没有橙色的 这种果子在我们这边叫黑幽幽 然后它有个学名是叫龙葵 看一下它的叶子 叶子长得跟那个辣椒叶子特别的像 然后在我们这边就会叫它野辣椒 这种果子是可以吃的 以前小时候经常会摘到来当零食吃 然后也会摘到来玩 丢来丢去的 产量都是非常的高 一串下来你看 特别的多 摘个下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里面它的纸跟那个辣椒纸也是非常的像 然后也有点像那个瘸子的纸一样 很多纸里面 在这里还看到有很多这种绳子 一行一行的 这难道真的是人家种植的吗 这应该是人家签好的线吧 看到这种植物长得也是非常的整齐 这种植物为什么说它不起眼呢 因为在我们农村随处可以见到真的是太多了 摘两个下来吃一下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会直接摘到这种直接吃 嗯很甜 咬它一下崩了一身 嗯特别甜 刚才我又在网上查询了一下 这种果子确实是能够卖到1000块钱以上啊 真的是涨见识了 没想到在我们农村这么不起眼的这种果子 竟然卖得这么贵 刚刚看了一下 这种龙葵 技术还是一种非常好的药材 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卖得这么贵 不知道在你们家乡有没有这样的龙葵果呢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 这期视频就先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